水是生活中最常见也最不可少的物质 每个人身体当中有85%是水 水主要参与身体新陈代谢 还能参与身体消化吸收 帮助运送营养物质 水还可以将身体中的垃圾废物代谢出体外 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含有水分 一旦身体缺水会导致血液浓稠 消化液分泌量少 不仅食物正常消化被影响 体内的垃圾毒素也不容易排出体外 甚至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也因此经常有医生呼吁人们要多喝水 但因为摆开水淡然无味 很多人喜欢喝茶水 认为茶水营养高 既能补水也能补充营养 那到底日常是多喝摆开水好 还是多喝茶水好 一起了解一下 多喝摆开水好还是多喝茶水好 经过调查发现每天坚持喝 摆开水的人身体会有明显变化 会发现皮肤充满水分 排便次数增加 不会便秘 但经常喝茶的人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会降低 所以喝摆开水和喝茶都各有好处 只要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即可 但对于身体存在某些疾病的人群来讲 喝摆开水的好处要大于喝茶水 如便秘患者 便秘患者长时间 喝茶会导致便秘症状加重 因为茶叶中有柔酸 这种物质会和身体中的铁结合 会形成不容易被消化的柔酸蛋白 导致便秘严重 另外患有胃病者 如果长时间喝茶会导致胃蛋白霉增高 还会使胃酸分泌量增加 加重胃部不适 身体患有疾病者选择喝摆开水 会比茶水更安全 喝摆开水有哪些需要注意 一 多喝温水 温水能暖为暖身 在寒冷的冬季来一杯温开水 可使身体快速有暖意 避免饮用凉开水 凉水会刺激肠胃 一导致胃部不适 二 控制水的摄入量 每天水的摄入总量在1500毫升左右 不能一次性饮用过多水 以免出现水中毒 三 运动后适当喝水 如果有运动身体有大量出患 可适当饮用白开水 可在白开水中加入少量的盐 补充流适的那 防止电解质紊乱 温馨提示 水是身体必不可少的物质 每天要补充足够的水 才能使身体处于最佳状态 不要等到口渴食材喝水 身体提示口渴 说明已经进入缺水状态 少量多次饮用水 可使身体处于水分充足的状态 不会出现口渴 注意平时也少喝饮料 饮料中的糖较高 容易导致肥胖和高血糖 好 os